京华风云录 卷三 夏都志义 作者 京夫子 播讲 夏秋年 第六章 月上匡庐四百玄 毛泽东于1959年6月29日呈辖江号客轮由武汉赴九江 随传同行的除公安部部长罗瑞卿 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汪东兴外 还有华东协作区负责人柯庆施 西南协作区负责人李景全 华北协作区负责人林铁 西北协作区负责人张德生 东北协作区负责人欧阳钦 划分经济协作区是毛泽东自去年大跃进以来采取的新措施 维持元大区中央局架构 如华东协作区仍由山东 江苏 安徽 浙江 福建 江西六省组成 西南协作区仍由四川 贵州 云南三省加西藏自治区组成 在船上 毛泽东与科兴师李景全 罗瑞卿 林铁 欧阳钦 张德生等举行了座谈 毛泽东说 去年大跃进 你们跟着我 头脑热了一阵 放了许多卫星 主要是大办了公社 公共食堂 还有九千万人上山大链钢铁 据说浪费了几十个亿 导致了国民经济紧张 到了去年十一月武昌会议 接下来是郑州会议 中央发现了问题 开始纠偏 压缩空气 调整指标 本人也主动承担责任 你们是跟着我 犯了些错 据说浪费了几十个亿 导致了国民经济紧张 到了去年十一月武昌会议 接下来是郑州会议 中央发现了问题 开始纠偏 压缩空气 调整指标 本人也主动承担责任 你们是跟着我 犯了些错 我替你们兜着 经过大半年的努力 调整的差不多了吧 各项指标还要不要下降 邵琪同志提出 成绩讲够 问题讲透 意思是要继续纠索 怎么算问题讲透 这次上庐山开神仙会 大家轻松轻松 边休息边议论 一出个十几二十条来 大家再去鼓干劲 继续跃进 各位以为如何 李景全说 搞社会主义建设 全党的新鲜事物 谁也没有什么经验 交点学费在所难免 现在要防止有人放马后炮 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账 柯庆诗说 七八亿人口 劲儿可鼓 不可谢 成绩是伟大的 前途是光明的 困难是暂时的 成绩是九个指头 问题只是一个指头 甚至不到一个指头 谁也不是先知先觉 我建议上山开会 不要把这个主次颠倒了 罗瑞卿说 我也有个建议 就是主席自去年十一月武昌会议到今年二月第二次郑州会议 三月上海会议 四月八届七中全会 一路做自我批评 承担问题责任 如果再这么自我批评下去 没个完了 我相信党内的大多数同志都会看不下去 不忍心听下去 而且 也可能给某些有雄心壮志的同志提供可乘之机 破坏党的团结统一 就算大跃进人民公社出了些问题 也不是主席一个人的责任 而且 极异人口被动员 发挥出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 这个伟大成绩才是主要的 任何时候都不应低估 谁要做事后诸葛亮 我一定和他辩论 罗瑞卿出于对毛主席的深厚感情 说这番话时 眼睛都微微发红 毛泽东看在眼里 热在心头 嘴上却说 罗长子跟了我这些年 算护主心切咯 但上了山 还是要允许人家提意见 有气出气 有辟放屁 就算出了一两位雄心壮志者 也不要紧 地球照样转 长江照样流 对于去年以来的问题 科书记说是九与一之比 我则倾向八与二 七与三之比 八个指头与两个指头 至多七个指头与三个指头之比 建设社会主义 的确要付些学费呢 乡下人叫做交师傅钱 前几天在我老家湖南长沙 周小周倒是说了十二个字 成绩伟大 问题不少 前途光明 我看可以作为本次庐山神仙会的基调 科庆师见毛主席要吸烟 连忙地烟点火 由于江风太大 天气又热 川窗都大开着 科庆师连擦了几根火柴都被吹灭了 罗瑞卿 李景全 连忙用高大的身子来挡着 毛主席嘴角上的一支云烟 才让科庆师给点着了 科庆师说 成绩伟大 前途光明 八个字很好 就是怕有的人说一套 想一套 做一套 上山后 建议少开大会 多开分组会 免得有人带头放炮 大吐苦水 大发牢骚 弄成传染病 局面一边倒 李景全说 中央四月上海会议决定 七月初上庐山开神仙会后 近两月调查研究风气很盛 主席的大秘书田家英同志回到成都乡下 就尽了解些消极材料 什么公共食堂油水不足了 肥皂毛巾供应短缺了 被我训了一顿 他走时不大高兴 后来又听说薄一波同志回了山西 李先念同志回了湖北 张文天同志回了江苏 彭总回了湖南 邓子辉回了福建等等 他们口袋里也尽装了些消极面材料 是否都带上衫就不得而知了 毛泽东忽然有所警觉似的 问李景全 你人在四川怎么知道这些情况呢 李景全坦然回答 这次我们几个在武汉等候主席 相互交换了一些信息 两湖的情况是湖北王仁仲同志说的 江苏福建的情况是柯书记说的 山西的情况是听林铁同志介绍的 毛泽东笑了 原来你们早就互通有无了 对了 在座的还有林铁 欧阳钦 张德生 你们三位怎么不讲话 林铁说 河北山西内蒙三省区 去年成绩伟大 也出了些问题 但那是次要的 这次上山开会 我们带的材料 积极面的 消极面的都有 以积极面的为主 只看到成绩 不看到问题 容易忘乎所以 继续犯错 只看到问题 不看到成绩 一团漆黑 容易泄气 损失更大 毛泽东赞赏说 林铁是老实人 懂两分法 两个口袋分别装材料 需要什么取什么 很好 很方便 科庆师 李景全 罗瑞卿等都笑了起来 林铁连忙分辨说 我是紧跟主席 紧跟中央的 这一条任何时候不动摇 接下来 东北协作区的欧阳钦 西北协作区的张德生 也讲了讲 紧跟主席 紧跟中央 上山开好神仙会 高举三面红旗 维护团结统一 毛泽东说 很好很好 中南协作区的组长 逃住明天才到 上山后有各位组长大人保驾 加上罗长子 汪东兴替我站岗放哨 万无一失咯 6月30日凌晨 辖江号客轮在博物中 实抵江西九江客运码头 码头早已戒严 闲人免禁 中央警卫局和江西省委的车队 已在码头上候命 毛泽东一行下了船 与迎候在码头上的中央办公厅主任 杨尚昆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及其爱人水晋 省长邵世平等人见了面 毛泽东指着二阳问 你们一个尚昆一个尚奎 是不是两兄弟啊 杨尚奎连忙解释 可惜不是 杨主任是四川人 我老家安徽相隔千里 毛泽东说 那就算表兄弟吧 一表三千里 在旁的人都笑了起来 毛主席坐了整晚的船 毫无倦意 仍这么风趣 毛泽东忽悠握住杨尚奎的爱人水晋的首问 叫什么大名呀 头次见面呢 哪年参加工作的 水晋人面桃花 名谋好齿 一件淡蓝色连衣裙 显得楚楚动人 报告主席 小姓水 丹明静 安静的静 四八年在东北参加工作 是学中文的 毛泽东高兴的说 与秀才楼 很有意境的名字 静如止水 江青水静 可长江和鄱阳湖 无风三尺浪 水势安静不下来咯 这时 杨尚昆和卢瑞卿上前请示 前边不远是巡洋楼宾馆 江西省委和九江市委同志 已预备下了早餐 主席还是用过早点再上山吧 毛泽东挥了挥手 不用了 刚才船上吃过 巡洋古渡 白居一座江州司马 写过琵琶行 还有巡洋楼 是不是宋江提反尸的那个巡洋楼 杨尚昆一时语色 杨尚昆以地主身份作答 我们请南昌大学的考古专家查证过 由于江段历经改道 唐代巡洋古渡遗址已无可考 宋代巡洋楼也早已毁于战火 明清都有重建 也毁了 省政府已有计划准备修复 毛泽东仍捏住水径的小手 知道了 有诗云 两岸翻墙洪水径 一天星斗大江寒 大约是你名字的出处了 宇秀才 考考你 宋公明当年在宣洋楼上提的反诗反词 你背得出来吗 水径点点头 略带羞涩的朗声答道 记得是水浒传第39回 一首气烟绝剧 心在山东 身在吾 飘鹏江海 漫街须 踏实若碎凌云志 敢笑皇朝不丈夫 毛泽东更高兴了 很好很好 一字不差 你是随遇而安 不是江青水径 我在考考你 那天宋公明喝醉了酒 还在巡洋楼上提了一首西江乐 背不背得出 水径飞红了脸 他心眼灵犯 猜到毛主席自己想吟宋 就做出被烤住了的样子 摇摇头 毛泽东拍拍他的手背说 那好 我来试试 宋江的这首西江乐呀 比那四句反诗更厉害 更有报复 自幼曾功精始 长成一有全谋 恰如猛虎卧荒秋 潜伏爪崖忍受 不幸刺文双甲 哪堪配在江州 他年若得报冤仇 血染巡洋江口 码头上响起一片掌声 人人敬服毛主席的博学红词 连北宋末年农民起义领袖 宋江的一首词都倒背如流 罗瑞卿再又进前请示说 主席是不是请上车 上山还要走一个多小时 杨尚奎同志 你和水静同志是不是陪主席坐车 介绍一下沿途风景 杨尚奎说 主席啊 就让水静陪你吧 他是晚辈 你不要太客气 我坐另外的车 沿途风景他也比我熟悉 于是毛泽东和水静 进了红旗牌防弹轿车的后座 十几辆一长六高级轿车 当地老百姓称为乌龟壳的 向庐山徐徐而去 轿车驶上盘山公路之前 毛泽东在车内和水静 一人一句的背诵开了 白乐天的琵琶行 寻阳江头夜送客 枫叶嫡花秋瑟瑟 主人下马客载船 举酒欲饮无管闲 醉不成欢惨江别 别时茫茫将近月 呼闻水上琵琶声 主人望归刻不发 寻声暗问谈者谁 琵琶声亭玉与池 两人正背诵着 汽车以史上弯道 开始盘旋上山 毛泽东忽然打住了 说水静啊 据说明代朱元璋 为了在山顶上建造玉碑亭 需要运送建筑材料上山 而开辟了一条99盘山道 现在是你们江西省委 为了迎接中央领导人上山开会 而修了盘山公路 你替我数数 这段公路一共是多少道弯了 水静立即坐正了身子 掏出笔记本 一边向敬爱的领袖 介绍沿途景点 一边记录着一弯又一弯 一旋又一旋 有时车子拐弯急了些 他的半边身子 就会倚靠在毛主席宽阔的臂膀上 他只是双膝紧紧 夹住了连衣裙的下摆 毛主席并不看风景 而是闭上眼睛养神 水静知道主席一路上舟车劳顿 需要休息 因此一动也不敢动 快到山顶时 毛主席的手在他膝头上拍了拍 睁开眼睛来问 水静啊 数过来没有 是多少个盘旋 水静再又坐正了身子 红了红脸说 原来主席并没有睡着啊 我还以为你累了 需要休息 大气都不敢出 数过了 已经拐了388个弯了 还有几个弯就到古岭了 毛泽东说 我这是初上庐山 如此美景良辰 如何困得了教 一路上以银成一手 七绿登庐山 水静啊 你手头有纸笔 替我记录一下如何 水静一听毛主席要他录诗 连忙把记事本摊在膝头上 悉心聆听 毛泽东一字一句的吟诵道 1959年6月29日登庐山 望颇阳湖 阳子江 千鸾敬秀 万鹤征流 红日方生 成诗八句 一山飞至大江边 岳上威夷四百玄 冷眼向阳看世界 一山飞至大江边 热风吹雨洒南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向三吾起白烟 桃钱不受原家路 只为当年不向前 水静啊 你个女秀才 替我记下来没有 水静激动的心口 砰砰直跳 手上的笔也有些颤抖 记下了 记下了 我来念一遍 看看有没有记错 太好了 主席太好了 你一上山就有了伟大的诗篇 我是第一个读者 好幸运 好幸福 主席 你得空时 可不可以替我们写下来 是对江西人民最大的关怀爱护 看着水静激动的样子 毛泽东却不为所动 甚至有些失望 这么年轻美貌的人 也学得当面吹吹拍拍 扶而不识 还抬出全省人民来 不知分寸 他面无表情的说 以后再看吧 我的诗只是个草稿 文字上还要斟酌修改 你不要传出去 这是纪律 知道吗 李太白三上庐山 马歇尔七上庐山 我依上庐山 这趟山上得不容易 水静把记录稿递给毛主席 不知为什么 毛主席忽然不像一路上那么亲切了 连俯在他膝头上的手都移开了 红旗牌轿车 只驶进古岭河东路180号院子 这院子又称为美庐 是1948年以前 蒋介石送美龄的避暑别墅 毛泽东在水静的迁伏下出了车 服务人员已在别墅门口 战成两列 鼓掌欢迎 毛泽东朝服务人员挥挥手致意 服务人员分两拨 一拨是从北京坐火车先期到达的 另一拨则是庐山管理局派出的 卫士长拿来一件外套给主席披上 这山上果真满眼苍翠 空气清新 凉嗖嗖 风爽爽的 难怪所有的工作人员都衣着整齐 水静领路 毛泽东由一位本地女护士轻扶着 直接上了别墅的二楼 二楼房间高阔 楼道有天窗 光线甚好 第一间为书房间会议室 可容一二十人开会 东西两面墙上排列着书厨 北面墙上有一座石器的西式壁炉 南面墙上是一排落地扩窗 扩窗也是玻璃推门 外面是大阳台 可观一百八十度山景 卧室连着书房 宽敞明亮 进门靠墙是一张小行军床 大约是保健护士晚上值班时用的 北墙上也是一座石器壁炉 壁炉竟生着火 为的是驱除潮气 木板床是原讲委员长的旧物 已铺着工作人员从北京带来的青印花布被褥 靠南墙是一张白木书桌 桌上摆着艳态 鼻筒里插着大中小个型号蓝豪 桌上还摆放着一只象牙 据说是当年云南军阀龙云送给蒋委员长六十寿弹的贺礼 龙云1949年发动云南起义有功 新中国封他做了全国政协副主席 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全国人大常务委员 可他1957年大明大放中 对中共领导不公 反党反社会主义 被划为资产阶级大右派 免于下放劳动改造 着令在北京家中闭门思过 水晶见毛主席站在书桌前想什么新事似的 便轻声解释 主席 这房间遵照你的指示 一切保持原样 没有做任何改动 只是做了清洁 山上白天的最高温度为摄氏23度 早晚只有14-15度 相当凉 保健护士会随时提醒你夹衣服 毛泽东在书桌前的木屿上坐下 颇为满意的笑了 水晶啊 回头请你带我谢谢尚魁视频 谢谢江西省委的同志们 很好很好 屋子保存原样好 我历来一切只求简便 反对铺张 睡蒋委员长睡过的木板床 用蒋委员长用过的书桌 验台 也是一种享受吗 他当年在庐山指挥脚供 办军官训练团 搞新生活运动 个人生活还算简朴的咯 只是他49年跑台湾 跑得太仓促 把文房四宝和这只象牙都给我留下了 水晶和保健护士都笑了 正笑着 电话铃声响起 毛泽东示意水晶接 水晶拿起话筒听了听 随即报告 主席是楼下值班室的 说杨主任来向你汇报工作 让不让上来 毛泽东随手接过电话 尚坤啊 你工作抓得很紧咯 我还没有来得及洗澡换衣 有事先在电话里讲几句 哦 少奇和光美今天中午上山 总司令今天下午上山 周总理明天一早上山 彭老总和张文天他们也是明天上山 我的几位大秘书 陈伯达 胡乔木 田家英 吴冷熙 李锐 加上康生同志 后天一早上山 知道了 蓝平在杭州 也想上山 你带我拍风电报 告诉他 我只在山上住个十几二十天 然后去杭州 天气太热 他不要来回跑了 尚坤啊 通知一声罗肠子 今天晚饭之前 我要休息休息 不要安排人来见 晚上有舞会 在小教堂 那我们都得罪上帝 敬不得他那个天堂咯 好了好了 先就这样 接过电话 毛泽东让水静靠近自己坐下 水静啊 我有个事 想请你帮帮忙哟 赫子珍同志住在南昌 你们熟悉吧 他最近身体怎么样 水静静主席问起 前夫人赫子珍的情况 忙放低了声音说 子珍同志最近精神不错 省委安排他住在省军区将军楼 一座安静的小院子 看医生散步都很方便 我和尚魁 还有邵省长和他爱人 都经常去看他 他也常和我们说些 当年井冈山斗争的故事 很受教育 就是三天两头犯病 有时神志不清 主席请放心 省委省政府省军区 都会尽力照顾 因为没有得到指示 我们还没有把主席 这次到庐山的事告诉他 主席是不是想安排见一面 尚魁说 主席的机要秘书叶子龙同志 已打过招呼 毛泽东忽然面有其容的说 水静啊 你年轻不大了解 子珍和我一起度过了最艰苦的十年 1928年在井冈山 1930年到瑞金 1931年到闽西 1934年长征 35年到陕北 一直到1937年他去苏联治病 我们曾是患难夫妻啊 能无感情 他到苏联十年 被关进精神病院六年 没有精神病 也会关出精神病来啊 对子珍 我是有亏欠的 他经常给我写信 说已经谅解 理解了我 我也给他回过信 指望他早日康复 能出来做点事 水静怕主席难过 伤神 连忙劝慰说 主席 在你和子珍同志面前 我是个晚辈 尚奎常和我说 革命战争年代 人能活下来 也是个奇迹 今年春上省里开 妇女代表大会 移至选举子珍同志 为省妇联主席 他很高兴 天气好 心情好的日子 他还常去妇联看看 听听汇报 人还是蛮精神的 所以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听这一说 心情轻松了不少 这样吧 事情教你和尚奎去办 先替他在山上找个住处 就说是上山休息休息 不要说其他的 然后我趁便和他见一面 谈一谈 要注意保密 千万不要走漏消息 传出去了 山上的大人物们 都要去拜望贺子珍 就坏事了 影响也不好 明白吗 水静温顺的点着头 明白了 我和尚奎一定把事情办好 不给主席添烦恼 毛泽东欣慰的笑笑 回头一看 见那保健护士 一位身材高挑 肤色微黑的本地女子 远远的站在门口 自觉的避免听到他和水静的谈话 他朝那护士招了招手 保健护士走进来 怯生生的问 主席 肚子饿了吧 是先吃饭 还是先洗澡 毛泽东这才仔细的看了保健护士一眼 眼睛亮了亮 这江西妹子倒是挺耐看 腰细腿长 胸脱饱满 眼睛亮悠悠的 便伸过手去拉住了问 对了 小同志都还没有问问你 贵姓啊 是本地人 做护士工作多少年了 保健护士红了红脸 妩媚的一笑 笑得既羞涩又灿烂 报告主席 小姓钟 金重中 南昌郊区人 父亲是泥水工人 多亏毛主席领导翻了身 做了主人 我是南昌护校毕业 做了六年护士 在省委高干病房 毛泽东亲切的笑了 金重中 就是一见钟情的钟咯 多大年纪了 成家了 小忠被敬爱的领袖开了玩笑 飞红了脸蛋 柔顺的看一眼水静同志 得到鼓励似的才回答 今年二十五了 成国家 可现在 现在 水静见小忠吞吞吐吐 担心毛主席生疑 便从旁解释说 小忠成国家 他爱人原是省委车队的卡车司机 去年在干南山区出事故去世 小忠还是我们高干病房的才女呢 会背很多古典诗词 也弹得一手好琵琶 毛泽东再次拉住了小忠的手 很好很好 过去的事就过去了 有孩子吗 没有也好 不是有人提倡节制生育吗 这么讲起来 小忠还才艺双全咯 那我要先谢谢你 在山上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了 水静啊 我还是先洗个澡 免得小忠同志提意见 说我一身汗骚气 水静说 这美炉底下有个游泳池 我去看看 准备好了没有 毛泽东摆摆手 游泳池晚上再用吧 你吗 先回尚奎同志那边去吧 你是女主人 各路诸侯上山 少不了陪尚奎四处走走 表示个地主之意 我这里嘛很简单的 有小忠同志帮帮忙忙就可以了 水静很懂事 临走时 他趁毛主席进了洗手间 又把小忠拉到一旁 巧声交代嘱咐一番 小忠进浴室 拧开大浴缸上的水龙头放水 之后准备帮毛主席宽衣 却见毛主席仍坐回书案前的木椅上 并示意他也在旁边的椅子上坐下来 来来小忠啊洗澡之前我要问你几个问题呢 小忠小鸟依人的在毛主席身边坐下 双手夹进双膝肩 眼睛亮悠悠 显得娇羞中透出清纯 稚气中透出成熟 女孩子嘛 就是不能太复杂 而应当稚气简单清纯 小忠见毛主席只是亲切的望着自己 一时又飞红了脸 大方而带些娇气的柔声说 主席人家等着你问话呢 毛泽东拿起一支烟 小忠要起身替他点火 主席以自己擦亮火柴 吸上了 你说你父母住在南昌郊区 是县城还是乡下 你常回去吗 小忠不知道毛主席为什么要问这个 只得如实回答 父母住在新建县城关镇 外婆外公住在农村 是公社社员 我是外婆带大的 星期天常回去看望外婆外公的 毛泽东笑笑微微 又问 你外婆外公吃公共食堂吗 他们那里的公共食堂办得怎样 缺不缺凉 管不管饱 一月半月的 有没有各把牙记 小忠见问这个 倒是有准备式的回答 我每次回去 都跟着外婆外公去生产队公共食堂吃饭 外婆外公可喜欢公共食堂了 不用在家里生火做饭 省事多了 而且比原先家里的小锅小灶还吃得好 吃得饱 每半月打一次牙记 肥肉瘦肉尽管吃 食堂养了几十头大肥猪 每月宰两头 吃过饭 社员们就拉起队伍集体出工 有说有笑 还唱歌 快快活活 是真的 集体开饭 集体劳动 各家各户 不再为油盐柴米操心 老人最高兴 妇女最高兴 毛泽东目光炯炯 又问 是真的 你们又编了假话来骗人 你外婆那个生产队叫什么名字 公共食堂一日三餐都吃些什么 小忠一脸天真无邪的表情 骗人是小狗 我外婆外公那生产队 叫新建县东方红公社 东风大队五星生产队 公共食堂办得好 是全县的模范单位 他们早晨喝稀饭搭配蒸红薯 中午吃白米饭 耐饱 干活有力气 晚饭半干半熄 他们半月一次小牙祭 一月一次大牙祭 有水足得很 毛泽东认真地听着 思索着 大跃进一来 东方红 东风 五星 朝阳之类的名字满天飞 那公共食堂也总有些缺点呀 不会实权实美的 比如浪费粮食 少数干部贪污 多吃多蘸 是不是这样 小钟回答 食堂好不好 关键在领导 我外婆生产队那公共食堂就办得很好 干部清廉 群众监督 账目公开 剩饭剩菜 喂了六七十头大肥猪 粮食没有浪费 社员吃了肥肉 生产队增加了粪肥 毛泽东说 食堂好不好 关键在领导 这话有水平 可也有不少人向我反映 农村公共食堂浪费大 社员吃不饱 要求解散 恢复家家户户的小锅小灶 小钟啊 你反映的是正面情况 我想你没有说假话 你再说说 这公共食堂 关系到六亿农民吃饭的大事 是要坚持办下去呢 还是应当向另一些人主张的 停办还是解散 食堂是我号召办起来的 那就要承认失败呢 小钟脸红红的 只是痴痴的望着敬爱的领袖 一时乐乐无言 这么重大的问题 她一名普通人家的女子 又不是中央领导人肚子里的蛔虫 怎么回答呀 况且水静大姐她们 事先也没有交代嘱咐过 毛泽东说 怎么不出声了 我问你问题 也是对你做调查研究呢 小钟抬手理了理 这是中央的政策 若是要问我外婆外公的态度 他们大约是拥护公共食堂的 会要求坚持办下去 毛泽东释怀了 很好很好 要是全国农村的多数食堂 能办得像你外婆生产队的食堂那样 我就放心了 右派也就反对不起来了 现在反对派很多 党外有党内也有 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去年搞了大跃进 人民公社 好还是不好 小钟忽然站起身子 哎呀 主席差点忘记了 我再替您放洗澡水呢 我先去关了来 毛泽东静静地吸着烟 身体里涌起一阵燥热 等小钟返回时 仍鼓励他回答 小钟说 哪个讲得不好呀 大跃进 人民公社 人人都像长了翅膀一样 想飞起来呢 不要笑 我讲的是 人人身上都长了干劲 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老辈人都讲 自从盘古开天地 三皇五帝到如今 从来没有见过的 就是有些干部吹了牛皮 搞了浮夸 也被党中央及时纠正了 大链钢铁有浪费 但也锻炼了干部 锻炼了群众 培养了人才 比如我们新建县 今年就不搞土高炉了 而要扮小羊群 毛泽东明明知道小忠的一些话 不大符合他的普通护士身份 是惊人口授来讨他欢心的 但他还是听得顺耳 如玉知音 他兴奋地站起来 拉起小忠的手 很好很好 我们的心是相通的 我和人民群众的心是相通的 总路线 大跃进 人民公社 公共食堂 成绩为主 不容否定 有缺点 有问题 我们可以调查研究 调整政策 定出措施来克服 小忠啊 你和我也是一见钟情的 能想到一起 说到一起的 来来 洗澡去吧 帮我宽宽衣 小忠的手被毛主席牵着 朝浴室走去 他忍不住回头 望了卧室房门一眼 毛主席仿佛明白他的心事 告诉他 不经电话通报允许 任何人都不会进来的 浴室里水汽阴晕 浴缸边摆有一把藤椅 毛泽东坐下了 抽着烟 任由小忠替他松皮鞋袋 脱去皮鞋 退下袜子 套上一双软底脱鞋 之后 小忠替他一粒一粒的解上衣扣 解衬衣扣 毛主席很是配合 站起身来 好让小忠替他脱下衣服 并替他披上一席毛巾背式长御衣 之后 小忠双膝跪地 替他解皮带 解裤扣 毛主席表示了解议 这些事原先都是南卫士替我做 你比他们轻巧细腻 当小忠替他脱下外裤内裤 又精又修地扭过脸蛋去 吓人啊 伟人伟物 有镰刀瓣粗 好在好在他是过来人 曾经和那死鬼丈夫有过四年的夫妻生活 死鬼丈夫也不知是哪里学来的那些招式 喜欢摆弄来摆弄去 本钱却比眼下的差到哪里去了呢 妈呀 也不先洗洗 就这么猴急呀 好 谢谢观看